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群导,节目《军导器言》,你节目支持Larry 这一节都是我们之前的专辑,讲到电磁战 大家记得我们上集跟大家讲过,今集会跟大家讲一下野游任务 尤其是这种自杀式的特工任务,当初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 在北越南越对峙的时候,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系列? 最后又怎样发展到今时今日这种变态的战术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除了我之外,还有Simon 兄,Simon 你好 Larry 兄,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电磁战的特辑 我们都知道讲的理论是很沉悶的 大家最喜欢听的都是真正电磁战的战例 其中一个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当然就是越战大名鼎鼎的野游任务 可以说这个是在世界军事史上电磁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 因为是由这次越战的野游任务开始,特别是美国 才真正开始重视这个电磁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电磁战里面最重要的战例 其实很多事情都挺好笑的 基本上我们是见证这个电磁战 由这个山洞猿人的时代一直打到现代文明 是的,因为其实电磁战怎么来呢? 原因当时美军理论上应该占据空优 对着北越的部队 但是俄罗斯或前苏联的时候他们怎么对付你呢? 如果用战机对战机,当然也有个战选备的 但是没有韩战的时候那么夸张 美国那里也有更新的 F-4也是相当好的一部战机 但是你又被俄罗斯,即是前苏联,撿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用防空炮,用防空的导弹 当年威名客客的,这个叫SA-2 当年的发明真的对付美国空优这件事 打到他们真是怕我 是的,当时背景的东西 我们刚才咪后讲,不要讲太多了 我们讲一些精彩的战例 很快就讲一下背景 基本上就像Larry Hane所说的 虽然越南战争大概到1965年的时候 美国占据都不是绝对空优 但是空优上它也是有来有回的 但问题是,它开始想轰炸北越河内那边 发觉越来越多的SA-2 这些地对空导弹的阵地在防卫中 这些防卫就对美国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它开始发觉它有很多的中队里面 特别是空军的中队 整天都被SA-2打下来 很多时候战争很惨 海军是好一点 因为我们之后会讲一下海军是聪明的 空军是 看这方面的空军是蠢一点的 它只会整天派人进去 但问题是人家是用雷达制度的 SA-2 这个东西是北约代号 俄罗斯自己的对这个防空系统 它的代号是S-75 它是很厉害的 大家看看它当时的阵 整套防空系统是有阵的 它首先是中间 大家看到就是有一个防空雷达 它防空雷达有火控制度雷达 亦都有一个搜索雷达 给大家看看就看到了 大家看到就是 当时中间 大家看到这个像不像六角星围着 中间就是它的火控和搜索雷达 六个边边角位就是它当时的那些导弹 当时的导弹射程也挺厉害的 分分钟是去到30公里至34公里 这些导弹的编号是V750 这些V750利害的地方在于 它大概在 它有两级的燃料 第一级就是固体火箭 三秒就可以将导弹加速到1.8马克 大家想想当时的超音速噴战机 其实很少 而且速度也很慢 一开始它的速度已经比较快 接着第二级液体火箭点火之后 最后导弹的最终速度是3个马克 所以这些导弹打上来 对于当时的美军战机来说 你是担不住的 你走也走不住 一上来你死定 是的 还有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火控雷达和搜索雷达 搜索雷达差不多可以到200公里 火控雷达有效的探测距离大概是70公里 但问题是大家要知道当时很少有空对地导弹 所以地对空的防空导弹 基本上是玩完了 是的 这个真的要美国想办法破解才行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背景 背景就是美国佬开始发觉 特别是空军 哇 你的家人被人打得这么惨 接着美国佬说不行 我要复卓 我要报复这些地对空导弹系统 他们的复卓就改了一个很厉害的名字 这个Operation就叫Iron Hand 就是一个铁手 我一巴士升到这里 但是问题是 但是问题是 Larry Hink有一个很少笑的事情出现 就是当时空军 他们有电战机 但是问题是他们的电战机 又飞得慢 你又不敢飞进别人的防空范围 你的干扰功率又坏 那就没什么用 所以你一定要找人进去 在近距离找 用偵察机也好 用其他无人机也好 去找这个地对空的导弹基地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用战机去找的话 当时的战机上面 是没有任何雷达的 warning system 就是大家现在看很多电影 你突然看到有个红色灯 就说你被人的导弹离开了 以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 哇 那被人打下来都不知道 基本上是等于裸奔的 是裸奔 所以空军起了名 Operation Iron Hand 结果Iron Hand第一次出动 先不要说有没有炸中别人的目标 当时空军付出了六架损失 有五个飞行员丧生或者被人俘虏 第一次的Iron Hand 是 第一次就已经损手烂脚了 第一次已经是输得很惨 其实他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呢 Larry King最好笑的一件事就是 是 当时这些SA-2陣地 大家不要以为是 第一当时是没有卫星的 所以第一没有GPS 第二没有卫星帮你拍照 所以你要找偵察机拍照 比如说这张 哇拍得很漂亮啊 你看 哇有导弹 有这个雷达 行了我们找到这个陣地了 那你偵察机就要回去 报道 接着就要冲照 对不对 冲完照之后 找专家来看 专家看完之后 再对比你的飞行路线 就点出你的确切位置 有这些位置之后 再去报告上的Chain of Command command看完之后 好了打他 接着Chain of Command 再派下来 派下来之后 你再 plan mission plan mission之后 你再去叫那些人起飞 再飞过去 当时大概需要耗时六至八个小时 哇 不过实际是真的要的 那个年代 计数没见到的 你只是冲洗照片的底片 这一环节也有时间搞 那没办法 那你又不要当越南 拿去傻子才行 大哥 他看到你有偵察机飞过 他拍到我们在哪里 不要紧 我们撤走重要的东西 放假狗在那里 比如说拿木头 架个类似雷达天线的物体 放在那里 然后附近 放在那些防空炮火等你过来 为什么放在防空炮呢 因为这些防空的 地对空导弹阵地 都是对中高空的目标锁定的 那破解方法当然是 战机是低空飞进来 你低空飞进来 我用防空炮打你 我用那些二战武器 其实当时我也说 这是一个山洞猿人的进化过程 就是由这个最原始的二战时的打法 就是低空突防 接着就是防空炮火 对你反击 所以这种战法 搞到当时美国空军很无忍的就是 在1965年8月至9月 足足一个月期间 美国空军出动了388架次的Iron Hand任务 基本上没什么炸过 但是自己的损失都蛮惨重 也有不少机器被打下来 就是被防空炮 还有其他的可能有一些 自己的基建失误 那些失灵 那些损伤 很多飞行员都是阵亡 甚至是跳傘被人俘虜 所以美国空军很惨 被人咬到 这真的损失很惨重 他们这样乱打不是办法 真的要想想 他组织一下 有些部队去专搞这个东西才行 大家听完刚才我们说的 背景是不是很觉得 真是一个山洞圆人的打法 基本上就是 你拿 有些像什么呢 有些像就是 你走着走着突然间 好像看到 那边很少人在打我 让我走近一点去找他 大哥 人家是那些导弹来的 你走得越近 你死得越快 后来美国空军发现 不行 要找一些偵察机去找他 没问题 但当你找他出来 你再去炸他 那时 人家已经换了架构 准备好防空炮 等着来打你 人家已经整好了trap 所以这种山洞圆人的打法 美国空军就痛定思痛 好 我们要专门组建一支特别部队 这个特别部队的 他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灵活地找出地对空导弹阵地 然后要利用自己的这个攻击 为后面的那些攻击机来标示目标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敢死队部队 就是冲进别人的阵地 告诉自己的人 喂 这里有人在打我 你过来找他 其实好像现代的陆军 你刃到别人的目标 然后用Laser射住他 喂 麻烦空军 我帮你射住打他 是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当时就更加危险 你看当时很多都被SA2打下来 很多野油任务都是有大量的损伤 我们说回野油 为什么用野油这个这么丑样的 这种动物来做他的标志呢 因为Wild Vizel 大家看到他的身体很长 他最擅长的就是捐入别人的山洞里面去找猎拔 所以就利用他这个特性 他就决定 好了 我们这支部队就叫野油部队 就叫Wild Vizel 大家要知道Wild Vizel 严格来说它是一个任务代称 有点像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我们所谓的电战机 就是当时暂时还未有一架特别的机种 是来做这些任务的 所以他们就临急临忙 找这个F-100 双座型的F-100战机 来到改装呢 就是来到作为这个任务 这是其中一架 大家也看到就是他会装一些其他的吊仓 电池吊仓 甚至是雷达的警示器 就是我们所谓的Radar Warning 就是专门搜索SA2的火控雷达 这是当时的实物 哇,Larry兄我看完 真的摸你的臭街 究竟可以看到什么出来 是奔向来的 这些东西看起身 但是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这样 你会有点点 点一点飞过来 是的,基本上就是有点 接着有几条线 就告诉你大概是哪种类型的雷达 大概方位在哪 他只是知道方位 他不知道距离 是的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的电子科技很差 所以他只是知道方位 很多时候是你对着 看到雷达讯号的方位 向着他走 走走走走 他应该在你前面 突然变得在你后面 因为是果农 因为你不知道距离 因为你不知道距离 所以你只知道在前面 在前面 突然变得在后面 顶你的肺 又要飞回来 大家要知道 你现在正在拼搏 你是在 别人的防守范围 打击范围以内 来找别人的目标 随时你都会被禁止 很远就已经被禁止了 当时成立这个部队 全称是6234 Tactical Fighter Wing 这些都是自己自愿参加的 有很多是战机机师 也有很多由其他空军部队抽调的电战官 因为他是双座型的 后座的电战官 专门负责找雷达的信号 大概是方位那些 这些都是最早的复仇者联盟 分明就是要帮以前的机师报仇 但是当时又很好笑 我们这一节 以这个作为最后的终结 就是很好笑 就是当时的patch 大家看到下面寫着YGBSM 对啊 这个不明白 我想不到有什么代号 可以YGBSM 大家是不是都 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YGBSM 是一个句子的简称来的 真人真事 当时的这个句子 是其中一位电战官 第一次开会briefing的时候 听完他们任务之后 爆粗说的这句话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觉得这个任务代表什么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前座飞行员 负责拿机 搜索阵地 对不对 后座的这个电战官 就集中精神去分析 这个雷达的威胁 进行识别和定位 但是大家要知道 前面那些飞行员 其实很多年轻人 就是二十多岁 个个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世界无敌 电战官通常就比较成熟 因为经验比较多些 他们就很恨前面那些人 因为前面那些人 怎么这么炸飞机 凌晨小心炸 电战官很多时候 是由大型的电战机 调过来 他们舒服惯了 当时他就说的 就是 You want me to ride in the back of a two seat fighter with a teenage killer in the front seat and find out who's trying to kill us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这就是YGB SM的简称 我们翻译成广东话 就是什么呢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翻译成广东话 就是什么呢 你真是傻了阿叔 大哥 你几个好事物 你要我坐在这个 这么小的双座型 战斗机的后座 跟着前座 那个死小孩 在乱开飞机 跟着附近 还有整个人 拿个雷达链住 准备来怒弄我 嘩 你真是傻了阿叔 给这些任务 我死定了 真的 我翻译的就是 你玩X我 就是玩X阿叔 当时 我想很多电战官 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 大哥 你可不可以转我回原先 那些空军电战部队 因为那些都是防区外 干不干扰到我 我告诉你 我可以先回家 起码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是自杀任务 当时第一代 要发展到野鹿任务 去到这样 但都叫做 开始有点眉目 开始都想到 究竟用什么方式 可以开始 叫做有点柱光 压制下这个任务 是 Larry Hank 我们先到这里 这个背景讲一点 大家最重要 要记住 这个Slogan 就是YGBSM 我们由这个山洞猿人的打法 开始进化 向着这个 我想 算什么 战国时代 开始向这个 战国时代 向斯进化 首先你要有针对性 利用别人的雷达讯号 去找到别人的阵地 你才可以有这个有效打击 工防双方都有很精彩的 演变过程 所以我们下一节 再和大家大概讲一下 他这个野鹿任务的一些 他的硬件 他的演变 他的打法 以及 一路讲到 有很多好笑的事情 和大家一路分享 就是 他的演变是 很多事情的经验 的演变 是大家估不到的 是的 所以大家记得 就黏住我们 继续留意着 电池战系列 以及 记得帮忙看看广告 大家记得 like这条片 我们通常的观点 视频数足够 但like的数不足够 我往往都没有 视频数十分一 所以大家真的要帮忙 like我们的视频 我们才有机会 彈赏一些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 军事的时候 订阅到我们 订阅我们的patreon 我们货金 有恒生银行 payme 转速快 大家记得 下面留言 你觉得 这个野游战 究竟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下面和我们说 好 那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继续讲野游任务